马来西亚紧德坡第九届海外华文书室 来来往往的民众请不自禁 在静思书宣的摊位停下脚步 观赏81岁的慈祭志工 在请购书籍的书页上妙笔生花 坐着太久就会累的 不过那个精神放得下去 就什么都忘记了 一连九天的海外华文书室 吸引超过70万人次参与其胜 紧德坡静思书宣把握参展机会 推广心灵好书 儿童版的绘本静思语 让民众淋影谷倍感亲切 要请购给自己性格孤僻的孩子 我是希望就讲说 给他了解多一点 就是人与人的相处 可能要用一些静思语给他看 就是希望可以开导他 静思书宣也特邀健康饮食顾问黄奇瑶 在展览中心煮舞台 示范营养素食的烹调 用水煮方式炒菜 以核桃巧妙替代肉片 要打破民众素食营养不够的迷思 我用我这个核桃来做上汤 现在 那么这样子炒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很单调 以前我们想 假如没有油怎样煮菜 可是现在对 看了 学多一样东西 想不到 比那可以做成这样好吃的蔬菜 不用等出一十五次 就喜欢就煮来吃这样子 品味书籍推广素食 要让海外蔬食的民众 共赴一场心灵与健康的饗宴 戴新闻夏文颖 罗国聪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吃个南瓜汤